这副元首带头预约国产疫苗能够消除民众的疑虑吗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说了 蔡总统愿意打也不能够干涉他 他还爆料了民进党有些人早就已经在美国打完两剂 另外针对了各县市面临疫苗不足 陈时中说是因为地方打太快 柯文哲不满地说他自己来打好了 到底是哪位民进党人士在美国接种完两剂疫苗 反要国人打高端柯文哲不愿多说 只是现在中央一口气超额开放第四轮预约 导致各县市出现疫苗囧缺 陈时中一句是地方打太快让柯文哲差点喷出火来 打太慢要怪我打太快也要怪我 叫他自己来打好了 在8月1号之前我们设的疫苗都接种完毕 8月1号到4号恐怕我们没有疫苗可以来做接种 这也就是因为我们打得快打得好 双北市长炮口对准CDC 因为以台北市为例中央一方面开放17万的登记量能 一方面却又通知只能提供6万剂疫苗 问题是经过一个晚上就已经有高达13万人登记 让北市府紧急分成两个时段 第一阶段将使用各大医院线有库存量6万剂 再加上中央28号配发的2万5千剂 第二阶段则是等到中央新配发的AZ疫苗 但数量多少目前没人知道 我们希望在8月4号那么中央的这个所有的疫苗都可以来补给我们 一定要度过这个这一次 否则你会失信移民 只是就这么刚好 疫苗短缺的时候指挥中心开放民众登记高端 政府元首也带头预约 如今传出全国府院军方县市长白卫高层政要LINE 遭到骇客入侵 柯文哲坦言他也是受灾乎 我的蓝也有故障 就是只能说不能发 通常我写在里面都假设全天下都看得到 如同对于通书软体的不信任 疫苗统一交还中央分配 柯文哲一样很难幸福 东森新闻 王伟全张新闻 SNG小组在台北采访报道